大家好,我是第五杂谈会的小焦 那么本次视频呢,我将会继续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发布的LeaderTracker这个组件 是如何去连接雷达 还有如何去设置我们的参数 获取我们想要的输出数据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将这个LeaderTracker组件 拉到我们的TD工程里面 然后呢,使用输入账号和密码 将这个组件适用或者激活都可以 然后关闭纯净模式,打开面板 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LeaderTracker的设置面板 这是设置面板的一个初始界面 就是大家第一次使用这个LeaderTracker组件的话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组件呢 其实是现在是支持了八台雷达 是可以同时连接的 那么每一台雷达当前是默认都会处在一个未加载的模式 什么是未加载呢? 未加载就是当前这个雷达呢 是不加载这个雷达连接和计算的模块 这样做呢,就可以减少我们组件对于TD工程的一个资源占用 我们实际上需要用到多少台雷达 那么我们就加载多少台雷达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用一台 那我就加载一台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加载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模拟的功能 对吧 模拟的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和加载是一个什么区别呢? 模拟的话 我们首先在LeadTracker组件的第一个输出这里 我们接出一个NOR 我们看一下输出的一些数据 当我们未加载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这里一台雷达都没有加载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输出的是一个是没有数据输出的 当我们加载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加载了一台 每一台雷达都会有三个通道的数据输出 分别是对应的UV数值和对应的输出了多少个 这个是个数 那么模拟的功能 它实际上是在什么场合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没有雷达的时候 但是我这个工程在最终落地的时候 是需要使用雷达去获取我们的一些数据的 那我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模拟这个功能 然后模拟一些数据出来 然后这个模拟出来的数据呢 通道名和数据的一个变化方式 和数据的范围都跟我们加载雷达 获取到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模拟功能的话 实际上是会更加方便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不需要使用实际的雷达 然后去开发我们的工程 毕竟说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一个地面互动 我们接入了雷达之后 那么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那还需要有一个人在地面上走来走去 然后我们再去观察这个数值的变化 对吧 那如果使用模拟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有额外的人员去 来辅助我们去调试 直接输出我们想要多少个点 比如说我们想要十个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就输出了十个点的数据 那么这里的这些数据的名称 这个变化的方式啊 都是跟加载的时候是一样的 到时候在实际落地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模拟换成加载 加载实际的雷达 那么这个数据就啊可以拿到了 那么我们在调试的时候也不不需要说啊 因为我们在开发的时候跟实践调试的时候啊 用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再再要去修改这个雷达的一些呃数值 就再去做一些映射啊 这个是我们方便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去使用的这个模拟功能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参数面板 点击加载之后呢 我们下面的这些参数啊 都是啊都会被激活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相应的雷达品牌啊 我们现在这个组件支持的四种品牌的雷达 分别是北洋四栏EI核心秒啊 这个根据我们相应的需求去选择 然后呢啊去选择对应的连接模式啊 包括创口跟网络 然后去设置对应的IP地址和创口号啊 波特率之类的这些参数 这些参数的话是每台雷达啊 都会不一样的 这些就根据各自的需要去实际去连接了 那么下面的识别大小跟预值这两个参数呢啊 是对于我们输出数据啊的一些 这个数据的范围进行一些设置的 那么这个怎么设置呢 我们等会再给大家讲啊 当前我的电脑上呢 其实是连了一台私栏的雷达 我现在把这台雷达给连上 只需要设置好对应的参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雷达对应的值 这些蓝色就是雷达的一些点源数据 那么讲到这里的右边这个主窗口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数据窗口 这里我们使用鼠标左键 可以平移我们的视野啊 鼠标右键可以旋转视野 鼠标中键啊 这个滚轮可以缩放视野 然后呢 我们按下鼠标中键可以复位视野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的点云窗口的一些快捷操作方式 那么这个点云窗口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对应我们实际空间的 就实际我们物理所在的一个空间的 这么一个信息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窗口的右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栏 这个信息栏上面显示的信息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啊 扫出来的数据啊 大概是会在一个什么距离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参数面板先缩小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的这个整个窗口视野 宽度是8米6啊 高度是4米83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这一整个宽度啊 比如说我雷达扫出来的这个点 距离我的雷达可能就是8米6啊 除于一半啊 可能就是4米4米34米2这样子一个距离啊 这个这些信息呢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我们去辅助判断一下 我们当前的雷达扫出来的点啊 距离我们雷达是多少 或者说点与点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红点对吧 这两个红点大概占用在一个参交点间距左右 那我们看到这个参交点间距现在是0.3米对吧 那所以这两个红点的距离 实际距离应该是在呃0.3米不到啊 这么一个距离 这个可以辅助我们去判断 那么这些信息呢 实际上在我们啊 去使用融合的时候啊 是比较有用的 如果说我们开启了多台雷达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开启开启两台雷达 我们就可以加载我们的融合了 我们启用一个合并模式 我们需要去移动两台雷达 那比如说雷达1我要再放在这个位置 雷达2要放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视野 我们的下面的这些视野信息啊 辅助去判断一下 我们当前雷达这两台雷达的这个实际距离是多少 我们在对照我们啊 实际现场上的这个雷达的一个实际距离 我们就可以辅助判断 我现在这台雷达放的位置啊 是不是准确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视野信息窗口 我先把这些给关掉 回到第一台雷达啊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当前的这个视野信息窗口的右上角啊 这里有个当前窗口显示的是你这个窗口显示的是哪台雷达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了其他雷达的话啊 比如说加载了很多台雷达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窗口这个去判断 我们当前这些雷达点云数据是属于哪个雷达的啊 又可以又可以或者说我们看这个选择雷达这里啊 我们去选择哪一台雷达啊 这里就相应的切到哪一台雷达里面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啊雷达的一个点云窗口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些点云数据啊 就是到底是怎么去识别怎么去输出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识别大小跟预值这两个参数啊 那么这两个参数呢 去调节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输出数据 刚才也说了 那么这里的预值啊 它有一个单位 它单位是毫米啊 这个毫米那预值是什么用的呢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去判断雷达的点云点 每两个点云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啊 当然这个雷达点云点的话 是需要在我们的这个选定的一个范围内的啊 这些点才是需要被判定为输出的点啊 这个四个控制手柄 就是去控制我们的这个输出范围的 比如说我的现在输出范围之内 有这么多个雷达点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去计算输出的时候啊 首先要看预值 每个雷达点之间的间距啊 是否小于这个100毫米啊 100毫米 这个是单位是毫米 如果说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啊 它小于100毫米的话 那么它就会被分类成啊 同一个点组啊 点的组合啊 点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我们就可以将输出区域之内的啊 所有雷达点云数据都可以分成若干个点组 那么每个点组呢 再去判断识别大小的里面的这个最小值跟最大值是每个点组里面的点的个数啊 如果说啊 里面根据预值分出来的若干个点组里面啊 这些点组有在我设置的识别大小的这个点数量的里面的啊 那么我就可以保留 然后我们再去计算它的相应的输出啊 如果没有 那么这个点组那就可能抛弃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当前有这么多个点啊 说我改一下识别大小的参数 比如说现在输出了可能有四个点 有个点在闪动 对吧 我们输出了四个点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识别最大值设置乘5 那么这个点组就会没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设置乘5 那么这个点组没有了 这个点组可能也没有了啊 这里在闪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个预值 我们的预值判断啊 这个点组的预值 可能有某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啊 是大于100的时候啊 那么它可能这里判断成两个点组 那么这两个点组有可能有一个啊 符合了我们识别大小设置的区间 那么它有可能又有输出 比如说我们把预值我们把它调小 比如说我们把预值调成1 就相当于啊 已经不输出了啊 就就相当于也不是不输出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点了 就已经独立出来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识别大小最大是3嘛 最小是3嘛 我们把这里改成1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点都已经输出了 那么这个就是识别大小啊 跟预值他们分别设置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啊 那根据我们实际上使用雷达的一些经验呢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识别大小会设置在啊 最小值会是设设设置在3 那么最大值的话也可能你可能是50 100 150都无所谓啊 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根据我们实际现场的需要去设置 那么预值的话一般都会在100到200之间啊 比如说我们预值设成100 那么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检测 我们人在这个识别区域内走动的时候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去检测是比较的准确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雷达连接参数啊 那么下次我们再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区域设置是如何的 那么我们下次视频再见